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0日 该国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13.5万例 再次刷新记录 据新冠追踪项目统计 美国感染新冠的住院人数 自9月以来增加了一倍多 现在已经超过了疫情初期的峰值 当时的峰值 4月19日 该国报告了59,940例住院病例 而10日 美国的新冠住院人数达到61964例 创下历史新高 在这场持续肆虐的疫情中 美国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记录 并使得各地的医疗资源变得紧张 纽约时报报道称 随着病例数字持续攀升 多地医护人员出现短缺 尤其是西部各州 这限制了医院增加病床 收治更多病人 为了应对严重的人员不足 一些地方也在采取非常措施 在美国人均感染率和死亡率较高的 北达科他州 州长道格伯古姆就日宣布 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但没有症状的医护人员 可以在医院和疗养院工作 不过他们受到一些限制 包括始终佩戴口罩 只能照顾新冠患者 不能接触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等 报道称 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 允许在人员严重短缺时 使用无症状人员 州长伯古姆也表示 北达科他州正在达到收治极限 让无症状者继续工作 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治疗 目前该州正面临着高风险感染 但伯古姆 拒绝了卫生专家要求在全州范围内 实施口罩令的建议 而是选择依靠个人责任感 鼓励人们使用口罩 今年4月份 当美国南部地区和纽约的病例激增时 该国从其他地方 派遣了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前往提供帮助 但现在 由于各地都遭受重创 能够支援的医护人员有限 这使医院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人手 比如停止除紧急手术之外的其他手术 以及召回退休医务人员等 有卫生官员表示 美国的医疗现状已经陷入了僵局 除了医护人员紧缺之外 美国多州的卫生设施也达到了极限 德克萨斯州疫情最为严峻的埃尔帕索 已经搭起帐篷收容病人 市会议中心也被改造成了野战医院 他们还空运了数十名重症监护病人 到其他城市 近日 由于死亡人数增多 出现尸体积压 该地还增设了流动停尸房 美国医生协会表示 尽管新冠病毒治疗技术的进步 缩短了住院时间 但患者的绝对数量巨大 还是使医院不堪重负 美国所有的疫情数字都令人不安 但要解决医院方面的问题 就必须解决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 其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 以减少感染